上一男子站在門口單手握拳猛敲大門 一次不夠再砸 用手不能洩糞 竟還用腳踹門 他的媽媽在一旁不斷勸阻 但男子沒有要停手的意思 還想衝上前砸門 被找茬的住貨嚇得報警處理 警方到場認為男子情緒不穩 先強制送醫 所以我就跑去陽台那邊 看是怎麼回事 結果發現是我們那一棟大樓的 就聽到男生大吼 但是我聽不清楚他講什麼話 那怎麼說 因為如果這樣子也是很困擾 然後比方說我們住在這裡 然後也這樣子鬧得不愉快 事發在31號凌晨彰化市這棟大樓 兩戶上下樓鄰居 長期為了噪音問題鬧得不可開交 住4樓的指控 5樓經常發出吵人聲響 雙方鬧到陷些上演全武行 稍微有一點情緒 比較不穩 那是眼影其實有比較誇張一點 雙方當事人都沒有出面 誰是誰非很難說得清 但男子這麼失控 到鄰居家踹門找查 警方不處理也不行 強行將他送醫 藉著陳勝委陳廣的謝雲珍 彰化採訪不到